接下来我已经画了三个,后面还有三个 后面还有几个? 两个,最后最外面这个本来就有了 所以接下来也需要画一条线 这条线从这边到这边,过来我不知道到哪里 可是我至少知道中间这边,按空白键结束掉 可是我的下一个圆应该会多多少? 等于这条线在多多少?70除以6 所以我教过一个方法,如果你这条线拉过来 你可以点它一下,它是不是有三个点? 三个点之后,我们要针对最右边这个点 它这边也叫拉伸,拉伸就是拉过去的,拉长 一条线可以拉长,也可以调整,我们要拉伸 所以你点最右边这个点一下,点一下就好了 点一下之后,然后再拉伸 拉伸之后拉伸多少?给它一个尺寸 70除以6,Enter 它就帮我这样,再拉过去 拉伸之后再把它空白键结束 按一下它就结束了 你要慢慢习惯,因为可能刚开始不太习惯 这样这条线不就是我们要的,一样的方式 它就有终点,点一下,然后再过来 再点一下这边,端点 然后一样的方法就是修剪,空白键 然后再把这边,空白键结束掉 再点一下它,然后你修剪,就先修剪掉 应该了解意思了 或者甚至你控制自己,控制自己复原 记一下控制自己很重要 无论哪一个软体都有控制自己复原 因为这条线其实说真的,要不要删掉 其实可以不用删,因为刚刚不是讲的 可以拉伸,这边不是再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之后的话,它不是还有拉伸 其实点一下线,对不对 这个有点要稍微,油标移到上面之后有个拉伸 可能要你们稍微体会一下,然后再拉伸多少 70除以6,Enter 然后再空白键把它取消掉 可能这一次,再拉一下 点它一下,对不对 然后再油标放上去不要点,拉伸 方向要给它一定要出现绿色的虚线 70除以6,Enter Enter之后再Enter一下 那没错,是点一下,然后再点它 点这一条线一下,拉一下 刚刚肉依有动作,拉这个方向 跟它讲说,你往这个地方,帮我拉伸过去 70除以6,Enter一下 这一条线就OK了 然后你再点一下圆,然后再找终点,拉过来 然后一样,修剪 空白键,把这个修掉 这一条线就不用了,对不对 不用之后的话呢,你就直接选它按修剪 这样子 可是呢,上半部有,对不对 那下半部怎么办呢? 其实呢,可以用旋转 那怎么旋转? 特别是这边不是有个旋转 这个旋转呢,就可以让我们把这一个上面东西 在一个圆心,把它做什么呢? 180度的旋转 可是旋转来说,顺便要什么? 要复制一个 旋转复制 那怎么样旋转复制? 这边就要牵涉到一个就是旋转按下去 它会问你说,选取物件 那物件的选取,特别注意哦 好,顺便讲一下选取物件的方式 我想